对对谢谢谢谢其他大哥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和这个司法上面相关的一个这个新闻呢 就是上周的时候在这个5月22号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在司法部 要设立一个叫中国共产党行动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提案 那在这个川普时期的时候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案呢 叫这个中国行动计划 它叫China Initiative 那目前呢这个提案就已经开始非常明确的 就它不是针对一个国家 而它是针对CCP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的这个提案 然后呢它获得了15位的共和党议员的这个支持 然后这个8位的这个民主党人呢 给了一个这个反对票 所以能够看到自上而下 从这个执法机构包括从这个参众两院 对共产党的这个围剿的这个程度 每一天也都是在继续的这个更新的这个情况 那最后呢这个也是大家这一周很明显的能感受到 这个世界很动荡 因为这个伊朗总统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问题 然后包括中东一系列的国家 那这个网上呢这个网友就把5月份的 所有的一些中东国家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都有罗列出来 第一个呢这个2024年的5月沙特王储呢 这个遭遇这个未遂的这个暗杀 然后呢国王这个老萨洛曼呢就因病重住院 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斯洛伐克的这个总理呢 在街头遇刺伊朗的总统呢直升机坠毁 同一天呢刚果又爆发了这个军事政变 那这个时候这个考考导哥 因为这个伊朗是一个 郭先生以前一直提嘛 包括当时这个爆料说哈美内伊这个心脏手术的这个问题 手术失败然后死亡 然后都是跟导哥一起做的这个直播 考考导哥的记性 当郭先生说这个哈美内伊的这个 这个死亡包括伊朗的整个变化 他给习近平带来的这个影响会是什么 给导哥一个提示 这个郭先生曾经说这个伊朗政教合一的时代 是已经结束了 这个是当时他评价哈美内伊的这个死亡 那我相信很多战友们看中东的这个局势的时候 大家一切是以灭共为最终目标 所以大家一定会想伊朗的这些事情 中东的事情对习近平对共产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肯定你像比如说 尤其是像伊朗他政教合一 如果说哈美内伊或者说他这种总统 你看随后他还有他的警察头子也被枪杀了 对 而且现在国内还在动荡当中 那如果说一旦失去这个前提的话 你政教分开了以后 那像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老百姓 那他整个这个权限 或者说这个司法跟这个政府各方面的独立分开了以后 那实际上就不会像共产党这样子 他一手就控制了一个党派去控制 或者一个一个用这种政治的 或者说教这个叫 政教嘛就是那个叫所谓的信仰嘛 信仰去控制 像伊朗他也是靠这种伊斯兰信仰去控制 那那么他这个国家的控制力就没那么强了 那你真正的跟会不会还能跟共产党 还是这种这个全天后的战略的关系呢 那个几乎就不可能了 就就比如说像其他的西方这些国家呢 也许他亲共 但他不会像中共的这种独裁体系一样 所以那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合作者一块的深度 对 西夏大哥您觉得长导哥说的对吗 对我我很同意这个导哥的这个 刚才讲的那就是这个 因为是新的邪恶轴心嘛 对吧 那如果是伊朗的内部的 他的这个政体或者政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大家不要忘了这个伊朗实际上在这个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六十七十年代 他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 也是崇尚西方民主的这么一个政权 那这个会不会有可能 这个西方的这种这个民主的价值 又回到这个国家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可能这个这个邪恶的轴心 那我们以前说过的是中国俄罗斯 就是CCP俄罗斯伊朗对吧 那可能伊朗就会发生变化 那这样的话 这个邪恶的势力 在世界上邪恶的势力可能就会少一些 就是我是我是我是这么想的 对我们导播现在把这个郭欣人员来直播分享给大家 这个其他大哥包括长老哥都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当伊朗政教合一结束之后 伊朗和中共国的关系 本质上就会发生很大的这个改变 那这个很大的改变会导致第一个伊朗本国 就是他不再是政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他的这个总统或者说他现在的这个政府对人民不再会有这样强大的一种控制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郭欣人员来视频当中说 这习近平总是把普京啊哈梅内伊这样政教合一的人 这个当成偶像对吧 那他的偶像没有了 那这个一个是这个肛门癌 然后呢一个是这个心脏病已经没有了 那那个习近平自己是颈椎不好 我记得过去之前已经说什么以钢救俄是吧 钢门癌救俄罗斯人民 以颈椎救中国人民 以椎治华 救华啊 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所以就是很容易能够看到这个邪恶轴心 他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变化 那与此同时 当伊朗跟中共国的关系产生变化的时候 习近平他对外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或者他的资源跟支持也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是世界在变革 然后独裁在倒下的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同时 我的建训